好 来 刚刚那张图 昨天的关系图有的话 来 导播调给我 还有一个最新讯息 徐晓鑫告诉大家 徐晓鑫实在很厉害 搜资料真是一等一的 诈骗集团养成欧破 全家不是盖的 电费也是他出的 事实上徐晓鑫有传张 这个电费单给我们 但是里面有一些个资 所以在这边我们不方便秀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址的电费 确实是 确实是他们负的 好 如果你没有跟上这题 来 我们再梳理一下 因为中间很多的人民 你可能会昏掉 我再简单跟你讲 男主角 陈欧破 女主角 他太太 徐晦鱼 在这个民进党的 也挂一个职务 宜兰县的一个 这个妇女联盟的理事长 他的女儿 有没有 这三个人 一家三口 关系多密切 做人家提供的坐车 有没有 这个无偿提供 这个房舍给他的服务处用 然后女儿呢 跟诈骗集团 合买房屋投资 我简单的来讲 你相信吗 保台保机 提供我车子免费的 提供我房子 然后呢 我把钱给他 叫他来帮我投资 你觉得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就这么简单的讲 你应该就懂了 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呢 电费 电费 连这么小的钱 也要人家出 有没有 然后你说你不知情 黄国昌说没有不知情 简讯在这里 很多人提醒你 这个诈骗集团很活跃 要不然不会五千人受害 不是五百个 不是十五个 五千人受害 你就知道他有多活跃 才能够骗到钱 所以社会中很多人也知道 但是他说他不知情 对啊 他真位子 真派系 都有可能嘛 所以今天赖清德 面临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你纵容这些事情 继续下去 你这四年不好过的 因为 操论的人太多了 国母娘娘大小姐 那个论文就有问题了 那后面 陈明通带了这么多本 你有得查嘛 贪污案子会少吗 对不对 以官靠岁的这个 做这些事情的会少吗 你炉渣案 你会少吗 你当台南市长 你没看到吗 对不对 新竹的这些弊案 一大堆嘛 所以你就应该痛下决心 贯彻你的选举制 slogan 打贪腐 打黑金 台湾老百姓需要这个 而且让民进党脱胎换骨 是好事 所以我呼吁大家 支持赖清德 这个帅阳君 我觉得你动机不太单纯 因为我们支持他 对 支持他 我支持陈欧坡 站清白 继续站下去 怎么听起来都怪怪的 对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赖清德 他讲杜绝黑金 黑金就爆了 学论问题 然后学论问题就爆了 他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 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诅咒在哪里 你看 又是巧心好厉害 巧心也是要举报 这位台南市由赖清德所提名 而且台南 立为赖会员 98年7月份 中正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论文 涉嫌抄袭 移除访谈逐字稿内容 重复的比率 高达36.8% 那这个跟中正大学研究生 高参发的这个论文相似度 百分之二十二 还有百分之十来自维基百科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抄袭的这个高参发 网络维基百科 我们看到做论文 还有只有把这个云林改为台南等等 那今天最新消息 中正大学也发表了意见 说如果收到这个检举的话 会妥善会进行调查 那徐晓星等人呢 现在已经正在写这个检举函 因为大学都是嘛 你要检举我才受理 要不然我不受理 所以但是台大也是啊 就成功的啊 这个林志坚的这个论文就没了 还害了一大堆人 对不对 好那现在害到赖会员不是啦 赖会员小咖啦 重点是赖清德要不要开除呢 要不要开除啊 所以他当初赖会员 应该是有签这个窃结书吧 学伦的窃结书 当初赖清德提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赖清德头发败了 你要害到你自己多少民进党人 就果然一语成诚 后悔当初不应该讲那么多 对不对 他说没讲那么多 现在就解套啦 你看当初还说不认识郭再清嘛 许小信也是说同桌吃饭 有没有 同桌吃饭 你不认识 这个赖的子弟兵临预警说 只是坐了一下下就离开 但是你看到有没有 坐得也是很近 赖清德右手边的一二第三位 第三位 我相信可能不止这张照片 未来我们等着看吧 继续报 然后学伦的问题很重要 因为赖清德 说实话 他跟蔡英文不同 蔡英文一直力挺最心爱的小英男孩 这个林志坚对不对 但是赖清德上来之后怎样 圈切结束 当时大家就闻到了血腥味 你赖清德真的是个性 非常的激烈 没问题 支持赖清德 这个点子很好 虽然当初大家都在骂他 民进党党内也有很多意见 你这样是害死我们民进党 这样到时候不知道 在哪里 结果真的就报在这里 而且报在台南 台南 赖清德的本命区 所以董哥你怎么看待 赖会员 我也在讲 他的个人前途 我们一点都不关注 但赖清德 你今天的脸书只字未提 你是不是应该至少讲句话 当初我要求签切结书 然后请你把赖会员的切结书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表态 假设中正大学 做出了结论 确实有抄袭的话 开除 但他一句话都不敢讲 因为赖清德认为 去年会大书 就是因为很多人论文抄袭 然后我们党里面 又有很多人跟黑道有关 所以他很看重这两点 所以他要求说 你们要参选的人 必须要签切结 那显然这些签切结是没有效 要切副书才有效 对不对 我如果是假的 我就切副 切结没用 那其实像我们一般 像我们当记者这么久 你一个人大概 你能够去读怎么样的研究所 那个我们只要看你高中是练哪里 就知道 高中练哪里 有没有考上哪一所大学 你怎么可能是这里的研究所 你练得起练得上 考得上 绝对马上就出来 那像他们里面有很多关联 真的是这样 前阵子那个贪污的陈凯玲 他是哪里毕业 他是东南工专 然后现在是师大的政治协博士 这个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有人在照顾 因为我们不是瞧不起东南工专 你知道他的在整个我们大学或装科里面的排名 对也是有很多力争上游的 但是很抱歉 比对很清楚 这是有证据的 因为现在是科学的东西 他电脑有一套系统 那赖慧元过去是当过陈塘山秘书 他是嘉义荣专的受医科 现在当然是寿氏 中正大学的寿氏 政治学寿氏 政治学寿氏 寿医政治学寿氏 那当然 我有时候看这些人 为什么 他要去镀金 他去镀金 可是你现在签了 那赖慧德为什么现在不敢 去替这些人背双 因为你们告诉我的 我不相信 我到时候出来替你讲 那怎么办 不但你赖慧德好歹给句话 你要表态一下 你当初讲到这么死 讲到这个民进党内部都在 真的对他颇有为辞 那你现在其实说实话 你可以讲一些漂亮话 对不对 当初就是我说的 我很坚持 我会做到 所以我们鼓励 我们积极希望 这个中正大学去调查 如果调查确实有结果的话 那我本党会做必要的处理 你可以讲一些 这种宣誓新的谈话 可以 帮你自己的声望一些解套 但到此刻为止 他的沉默代表什么 他有把握 他有把握 因为切结书里面写 既往不咎 我上海以后不能有学论问题 就破解了 所以你们不要羞辱赖心得 报告 帅将军 既往不咎是说 他拿到假学位的时间点 还是先爆出来的时间点 对嘛 你以前写的假论文的时间点 不在我认为 而且你答应既往不咎以后 绝不再犯 可是我赖清德的想法跟我一样 因为赖清德自己是建国中学 那他考上台大医学院 他这个 他年纪也跟我们差不多 他不是台大医学院 成大 他是后来学习后 台大医学院的附建科 附建科 然后他受制才到成大 因为他很有自卑感 他的同学都上医科 只有他上附建科 附建科读四年 医科读七年 所以赖清德对于这些构成 是非常清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ahah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这帮助 notice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in寄行